猫为什么离家出走 猫猫一到发情期就会想方设法离家出走 然后寻找自己的伴侣 等再回来的时候可能就大着肚子了 当然如果跟伴侣相处融洽的话 他就可能不再愿意回到家里了 所以在不考虑反映小猫猫的情况下 最好及时给猫咪绝育 可能因为家里来了新宠物 他觉得自己的领地受到了侵略 心情不好就想离家出走 也有可能是被同伴排挤而出走 在BBC的一部关于猫咪的纪录片里 有个有趣的例子 在英国一个小镇上 有一位老爷爷遇到一只猫咪 每天晚上都准时到他家里睡觉 每天早上又准时离开 后来经过设置组的调查发现 这只去别人家睡觉的猫咪 其实是有家 但是他的主人家里总共有四只猫咪 而这只猫咪在家里遭到了 其他猫咪的排斥 所以后来他选择了去别人家睡觉 3. 因好奇心离家出走 好奇害死猫这句俗语不是没有道理 猫咪的好奇心是非常重的 它们喜欢待着窗口看外面的世界 总想出去看看 每当我们回家开门时 猫咪都会跑来往外看 如果不及时制止 它们就会尝试想跑出去 甚至跑下楼梯 我们都知道猫咪任家的能力并不强 如果这样跑丢了 基本上也找不回来了 4. 因病或大喜将至离家出走 养了多年的家猫一般不会无缘无故离家出走 有可能是因为生病了 或者感觉到身体快不行了 所以才选择了默默的离开 毕竟猫咪是有灵性的 它也不想你伤心难过 以上是小编的个人观点 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 欢迎评论分享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人和家里的宠物都要健康哦 好了 本期的世界之最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分享关注哦